中和區衛生所醫療巡迴車 專用停車場26日上午舉行啟用的儀式 由中和區長柯慶忠以及衛生所主任 尤高奎一同主持 專屬的停車場啟用後 讓中和區民眾醫療保健的動線 大大的改善 提供更優良的醫療與居住環境 區長柯慶忠表示 以往大型醫療巡迴車 必須停在衛生所的門口 造成衛生所與民眾進出相當的不方便 區長與市府主動反應協調後 挪出停車用地 出資設計與施工都有供所一手包辦 這樣子的停放 不僅對於衛生所的前面的停車 不僅是對於安全有非常大的疑慮 那對於市民進出也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就來主動跟市府這邊來做聯繫 把這塊原有的一個停車場 提供市民使用的一個機車停車位 我再把它挪一個兩個大的車位 來供我們的檢驗車能夠停放 讓他們的大門口 不管是市民進出的動線都能夠非常的方便 而衛生所由高奎主任則表示 衛生所一直在幫市民做X光巡迴檢查 但卻苦無專用停車場 現在規劃啟用之後非常方便 其實長久以來我們都為了市民去做這個X光的檢查 這個X光的檢查包括乳房攝影以及胸部的X光檢查 但是我們苦於沒有一個專用的停車場 所以我們只好放在衛生所的門口 經由區長跟我們主動提及 他覺得說這個其實可以做一個改變 這個也讓我們巡迴醫療這個理念 能夠在這個很完善的設施當中可以發展出來 而公所也貼心設計 醫療車專用220V的電源設置 加會彩色的標線避免讓外車霧停 以保留最多的停車格為前提 規劃出讓兩輛大車停放的最佳空間 公所的建設部分大小貼近市民的生活需求 將公部門的資源發揮出最大的效益 中家新聞 趙宣孔 沛選中和報導